中国赛深圳战的比赛 独行下115比112击败76人 自一东泄起表现出色 八投四中 其中三分球五投三中 得到15分四篮板五助攻 表现十分纯明而出色 中国赛两场比赛 面对天赋满满的76人 东泄起也将自己的天赋展现得淋漓尽致 场均是三分五板四助攻 数据看起来一般 但他在场上的实际表现 是数据无法完全体现的 如果说第一场与CBA球队北京手钢的比赛 没有太多汗气量的话 那么对这76人的两场中国赛 可以说东泄起已经打出符合叹花秀的表现 都说东泄起创造能力强 事业开阔 组织能力强 在这两场比赛 他就化身为饼大师 展现自己的传球功力 平平送出空结爆口 球迷看得大呼过瘾 个人进攻方面 尽管东泄起速度不快 但节奏感非常不错 突破得心应手 外线也是接连应中三分球 而在防守端 东泄起要比越级出色的多 他的对抗并不吃亏 而且对协防实际拿捏的很准 看着东泄起在场上从容的表现 也很难想象他只是一名十九岁的菜鸟 懂得何时该自己进攻 何时该组织串联球队 他打得更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兵 与同龄的新秀相比 东泄起身体素质方面或是有所欠缺 但他的天赋并不比美国本土新秀差 而且他的比赛经验是同龄球员无法比拟的 过去三个赛季 东泄起代表黄马打了208场比赛 要知道 欧管和西甲是仅次于NBA的顶级联赛 而他只有19岁就打了那么多顶级比赛 出众的天赋 加上大量高水准比赛的锻炼 让东泄起迅速兑现了自己的天赋 成为欧洲领级球星 也正因为有丰富的职业比赛经验 东泄起来到NBA后 不需要太多的适应 就能够击差几勇 打出自己拥有的水准 在NBA宣秀大会之前 很多美国媒体、专家、球迷都认为 如果高顺位选中东泄起 他很可能会水掉 因为欧洲高顺位新秀很难打得出来 不过被独行侠选中后 话关完全不同了 要在最佳新秀预测中 东泄起一百分之四十分的得票率遥遥领先 随着东泄起在季前赛 也打出了不错的表现 至于的声音恐怕会在时消失了 不得不说 东泄起与独行侠是天作之和 东泄起天赋一领 具备很高的球伤 是难得的基石型球员 这是独行侠非常需要的 球队也把他是为诺天王接班人 而东泄起也没有辜负独行侠的信任 在季前赛小事牛刀 展现自己的天赋 从目前来看的话 东泄起在独行侠拥有很重要的战术地位 在卡莱尔的续心培养下 他是不会水掉了 而且还会是争夺最佳新秀的头号热门 感谢观看